好这个讯期即将到来 吉安乡公所清洁队连日进行清沟作业 以及路数安全展开修剪的作业 那么28号一早呢 吉安乡长游淑珍在清洁队 以及仁安村长等人的陪同之下呢 是前往了南海四街 以及各处修剪的路段来关心作业情况 这几天虽然是艳阳高照 无风无雨的夏日 却也是讯期前刻不容缓的预防性整备工作期 吉安乡公所清洁队连日进行清沟作业 以及路数安全展开修剪作业 28号一早 吉安乡长游淑珍前往南海四街 以及各处修剪路段关心作业情形 尤其遮蔽路灯 电线或个别性问题路段 加强效能进行修剪 以避免台风来临的强风 大雨以及无雨景之天然灾害 造成行道树木倒塌 危急乡亲安全 虽然是炎炎的夏日 高高的太阳 但是我们要未雨绸缪 所以在防性期之前 我们要先把整个吉安乡的 这个瓶颈还有危险的状况 都来排除 今天来修剪路数 希望在防性期今天 我们能够水沟通 能够让我们的树来矮化 危急我们的电线的部分 也一一的来排除 希望带来今年 在防性期之前 能够做好所有的整备工作 刘淑珍强调 提早做好防台准备 以及各项灾害预防工作 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 生命财产的安全 记者刘明胜 吉安乡采访报道